一步一脚印 生命电视陪您走过生命中的每一天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开始我们要做甘露事实 那么为什么一开始不先做别的呢 当然在此地已经都做得非常的圆满 刚刚我们唐主慈悲还请我到内坛 用最好的城乡去供养九皇大帝 我想这是个功德 必须要强调来 最好的坛乡 所以当然很多地方佛像都是用最好的木头 最好的黄金 最好的装饰去成就的 但是世间所有最好的物质都要拿来装严 那么佛法身三宝 那是所信仰的对象 这里面最主要表达的是一个 来念一下最圆满的心态 所以对最尊敬的对象 当然我们用最好的来供养 那在佛教里面就希望我们用一个 跟佛一样的心态来供养佛 那这是最圆满的供养 所以念一下来 发菩提心 为第一供养 就是说 你跟奥弥陀佛一样 要发愿成佛 你跟本师释迦牟尼佛 发愿一样的愿 要成佛 这是最圆满的供养 叫第一供养 但是这个成佛的菩提心 以什么为基础呢 念一下 大慈悲心 为最上供养 也就是说 我们对所有的受苦轮回友情 生起一个悲悯心 而且愿意承担他的 离苦得乐的责任 这个叫 慈悲心 所以我们现在到了傍晚 在各个寺庙 傍晚最重要的是什么 也叫 蒙山诗石 这个蒙山诗石 就是对这些可怜的孤魂野鬼 所以当然故事我再讲一遍 有一次 阿难的侍者 记忆第一 多文第一的阿难 他在洞里面 一直在背诵佛陀所讲的真理 他要把他背下来 很认真 那个时候突然有一个鬼 念一下 面兰鬼 那边有一尊叫面兰鬼 面兰大士 就是他的脸就被火在烧 那这个面兰鬼的找阿难说 哎呀 修行者 你三天就要死 阿难一听 吓坏了 他怎么办 然后这个面兰鬼说 如果 你可以替这些横河沙 一切恶鬼到众生 为他们做两件事情 念一下 供养三宝 第二件事情 布施横河沙恶鬼 古时候印度最常的河叫横河 那横河的沙 无量无边 能够布施横河沙恶鬼 能够做这两件事情 你三天之后就不死 不然呢 你死了以后 跟我一样 这个厌口鬼 什么叫厌口鬼 嘴巴一打开就吐火 火就烧脸 这样 全身都时时刻刻在被火烧 特别他一饥饿的时候 所以晚上吃东西 不要出声音 特别晚快 你一出声音 外面就吐火 在厌口鬼 所以佛陀的时代 为什么出家人晚上都不吃饭 因为佛经说如果出家人能够持戒 晚上不吃饭所有恶鬼道都不会吐火 所以很慈悲 因为太多了 那个时候安娜一听 那我哪有办法呢 所以他就赶快跑去找佛陀 他说佛陀啊 我真的三天会死吗 刚刚有一个面男鬼 好恐怖啊 跟我说 佛陀说是 那怎么办呢 那佛陀说 你放心 如果真正的鬼也不会告诉你这个 事实上 那个面男鬼是观音菩萨示现了 要来救你的 所以 但是安娜说我没有钱啊 我没有这么多东西去布施 恒河杀无量无边的恶鬼 而且替无量无边的恶鬼都供养三宝 那怎么办呢 那佛陀说很容易 我传给你这个咒 佛陀说过去他还没有成佛以前 无量是 做个普洛门 普通的外道修行者 观音菩萨来传给他这个法门 观音菩萨说 你只要念这个辩食咒 无量未得自在光明如来的辩食咒 哪怕一颗米 都可以变成无量无边 以这个米 念二十一遍 可以供养诸佛 念七遍 可以供养父法诸天 念三遍 可以布施恒河杀恶鬼 所以 安娜一听 哎呀 太重要了 他当然就真实这样去做 他做了以后 三天不死 安娜变成巨兽 安娜后来活到人类 那时候超级线 一百二十岁 无病 所以呢 阿难才请求佛陀 佛陀啊 那全天下的人 应该都要知道 这么多 帮助恶鬼道 事实上是帮助自己 所以佛陀就跟安娜说 所以咯 你一定要 无论如何 在末法时代以后 用尽各种方法 把这个布施恶鬼道 念变始咒的方法 告诉他们 这个是 帮助整个世界 不然整个世界 都是这些 咽口鬼啊 各种的 鬼道 人也活不了 世界就会很痛苦 所以我们汉传佛教 最大的法会 水陆法会 梁房法会 放咽口 都不离开 这个辩始咒 这叫水陆空 可怜众生 为什么 因为帮助 越可怜的众生 你所得到的 功德福报 越大 所以我们法会 一开始呢 先来做 甘露 私食 那当然其中 还有一个故事 各位也听过 那在佛陀的时代 有个叫 真重比丘 家里也一样 很有钱 爸爸往生 剩下 他跟他妈妈 那他经常去帮助 供养出家人 他妈妈就很不服气 我们家财产那么多 不要拿去给那个 好吃懒惰的 沙门 就光头 他们整天都不做事的 很反对他 你再去 爸爸妈妈 就打断你的腿 这样威胁他 而且他一直讲 出家人的坏话 那 这个真重也没办法 后来等他妈妈往生 他就跑去出家了 但是出家以后 他也精进修行 二十几年 然后 后来有一天 在打坐的时候 后面出了 出现了一个鬼的声音 阴风凉凉 吹到他身上 哎呀 珍重啊 珍重啊 我是你的妈妈 珍重一下 真的是妈妈的声音 他转头一看 很可怕 整个脸烧的 整个身体像木炭一样 没有衣服穿 用身体绑着 身体 指甲都穿透 每一个地方 一讲话就吐火 吐火 真的是他妈妈的声音 但是外表一点都不是他妈妈 这个珍重的妈妈说 珍重啊 我是你的母亲 你一定要救我 好在你出家 我脱离地狱岛 因为毁谤三宝要下地狱了 那现在 我每天都在后面 等着你给我功德 我可以减低我的痛苦 所以 那个时候 那珍重说 那我怎么帮你呢 珍重那个 他妈妈说 妈妈在世都没有布施 我现在知道了 我听你念经 你去替妈妈 供养所有出家人 用水好了 用水 替妈妈做布施 乃至呢 放一根羊柳枝 都可以 然后珍重就跑回来问佛陀 佛陀说 是啊 真的是你的亲生母亲 所以 凭你一个人 没办法了 所以 你应该在吉祥日的时候 准备所有的 跟你妈妈讲的 没错 用水就可以 这加一根羊柳枝 所以我们出家人 现在 在观音菩萨面前 都会摆一杯水 放个羊柳枝 这样再撒净 撒净除了净化坛成 也不失恶鬼道 这样 所以 那珍重就 按照他妈妈说的 恶鬼道 每一个出家人 供一杯水 放一根羊柳 来告诉 因为我妈妈做恶鬼 所有出家人 都为他祈愿 所以 他妈妈马上就 当场升天 所以我想各位 水也好 一点点米也好 所以我们现在 做的时候 会给各位 现在发一下 一人一杯米跟水 好不好 每次都会带着各位做 但是我也希望各位 学会了 每天都要做 好不好 在你家门口 所以我刚刚去 逛佛具店 我特别买这个了 各位你干脆买一个这个 二二十四小时就插电 咕咕咕咕咕 最好上面还要放一个观音菩萨 那就一直布施甘露 如果你要发财也可以 你买一尊财神 或是现在五方财神 他们故意做成 让你去领水的 就水先供财神 供五方佛 然后这个水呢 再慢慢流 布施给恶鬼道 你就坐在家里 准备发财 所以观音菩萨很慈悲 观音菩萨的甘露 他手上的杨柳 那个甘露瓶 永远在碰甘露 如果你能够买一尊观音菩萨 刚好就在地甘露 那也非常好 但是无论如何 新加坡天气热 那些恶鬼道歉 各个在土火 太可怜了 只是你没看见 所以各位你在家家户户门口 给他滴甘露 那当然 你只要有个念头 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就会化为甘露 如果你再会念大悲咒 要师咒 纯提咒 发财咒 那更好 因为这个水可以创造 地方上的各种的财富 因缘 水代表财 所以白财神就特别要我们这样做 用他的水 淋白财神 或是五财神 用他的水在布施给饥饿痛苦的众生 那现在的科技很发达 还可以做大小啊 我刚刚去请他们说 五十块而已啊 五十块 这是塑胶了 这不是石头了 插个垫 然后后面还有这样 八宫得水 上面还有一个琉璃宝珠呢 那你就会摆个小佛像 放在上面 我在旁边给他摆准念一下 来 唐东家破 这个是阿弥陀佛的画线 他放到哪里 哪里没地震 新加坡大概不用放吧 但是唐东家破是代表观音菩萨 也不是说 包括除任何病 唐东家破是属于一种菩萨的显现 阿弥陀佛 让众生无病 让地方无灾难 特别没地震 他在不单做了天铁的桥 现在那个天铁 很多人拿来做厨啊 所以来 一心挺离 阿弥陀佛化身 唐东家破尊者 所以当然你 你旁边放什么都没 你放这个就这尊佛再加持 这样就对了 然后每一尊佛都是慈悲的 当然站在解脱道 尊重是阿罗汉 他想度的 阿罗汉叫 念一下 有缘词 有缘分的 他才对他好 那菩萨不一样 来 无缘词 没有缘的 我们都要对他好 叫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 那当然各位 只要想到晚上就做 白天也要做 白天啊 最好醉了阳光啊 洒甘露水啊 所以我认为这个很好 24小时都在 不思 方便的话 晚上旁边给他擦一次甘露香 那是做的简单的烟共 然后你会觉得 每天心情会很好 念一下 慈悲是内心平静的方法 所以今天下午我们生命协会很慈悲啊 安排我们去太和观老人院 然后呢 首先他们请了歌星啊 他们在那边跳舞啊 有人穿小丑的衣服 让那些小人 那些老人很快乐 唱什么 甜蜜蜜 月亮代表我的心 真好听 那时候我就想说 这才叫金刚舞 我们又唱又跳 让那些老人很快乐啊 老人也在那边甜蜜蜜啊 来这边月亮代表我的心 他们也在那边灰旗子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 事实上 我们去布施的人比老人还快乐 对不对 佛教的方法很简单 念一下 给人快乐 自己就快乐 所以很简单的方法 你去帮助众生 这是超越自己烦恼 开悟 正空性最快的方法 所以各位 多多去帮助众生 鸟也好啊 做烟共 更好啊 所以 我想你家楼下 最近应该蚂蚁很多吧 你就可以去喂喂蚂蚁啊 那这看不见的众生更多啊 那到处去撒一点米 做一点烟共 撒一点水 所以慈悲是达到空性最快的方法 所以佛陀讲得很好 慈悲为众生是快乐乃至成佛之因 为自己那是烦恼痛苦之因 所以你自己烦恼来了 不要想太多 赶快去慈悲就好 所以我们生命协会带我们去见了很多老人 当然里面也有马来人 也有印度人 反正微笑是共同一员 然后呢 再送给他礼物啊 他也很快乐 所以 当然有些老人比较苦 但是无论如何 不断的祝福 所以我在这边强调 我也很期望各位 经常去关心 需要被关心的人 特别是老人 因为他们在老人院啊 家人去的不多 然后家人有人去 他们更难过 为什么 为什么我儿子都不来 他们那个更难过 所以 我想我们去 我们就把他当作自己的父母 来对他好 来孝顺 他就可以化解他一点点的寂寞 痛苦 那我们 不过我跟各位讲一句话 你关心的 道德都做过你父母 不然你关心不到的 这一点你记住 所以我们大乘佛教是要来报恩的 报众生恩 或者因为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 所以想尽办法 众生包括鸟 包括鱼 包括有形 包括无形 特别各位在新加坡有印度人 有马来人 有其他的各种各种的人种 更多的西方人 那都是我们关心的对象 所以各位下回你要站在十字路口 站在那边看到每一个人 哈喽 你要练习啊 你要把你的眼睛变成慈悲 把你的心 你要练习 千万不要把自己关在你的 什么多少钱的房子里面 关在里面 每天跟劳工老婆吵架 所以你要 你要开始对外 对外 这个大乘佛教 去主动关心他们 刚刚他们请我去用晚斋 旁边 住了很多印度人 印度的工人 我看那些衣服 这个看来讲 我原来都是印度的那些工人 我就一直走来走去 为他们念佛啊 对不对 印度人 感谢印度人 因为我们佛陀是出生在印度 但是无论如何 反正所有友情都是 我们慈悲的对象 走来走去也是慈悲 为他们念 为他们祈愿 希望他们快乐 旁边有车子 希望每一部车开车都平安 像我每天都经常要坐飞机 然后只要在飞机上 就一直念 所有飞机都平安 没有一部飞机掉下来 所有人 因为不管用什么方法 慈悲不要花钱 但是慈悲却是我们内心最圆满的财富 所以各位 念一下 用慈悲过生活 把慈悲当生命 好不好 不要把计较生气 嫉妒 当做你的生命 你要生气 有一百个理由跟你生气 你不想生气 有一千个理由不用生气 这样内心里面 很快乐 很平静 去餐厅吃饭 感谢老板 感谢员工 感谢厨房 所以我一定要去上厕所 感谢厕所的大小音轨 外面的众生 那你就时时刻刻如此就好 很多人问我说师父我功力不够 这个念怎么办 万一他们吃了不走怎么办 这个都是自私 那我念了他们吃得到吗 我又不是出家人 你要不要试试看在你们楼上开始丢新加坡币 管他什么人都会来抢 他管你说这新加坡币 我不减我印度人不减 慈悲是任何众生 你只要对他布施 他都会借这个机会感谢你 而且你跟他结善缘 这个很重要 所以各位一定要念习 如果你要行菩萨道 你现在不开始结善缘 就像以后做大法师 佛经背下来 没有半个人要听你说佛法 这样知道吗 所以现在很多人跟我派照 我余有荣应 好在我修的还可以 看到你就不喜欢看你 这些事情完蛋了 所以因为大乘佛教最重要的 就是缘分 缘分 让别人看到你 还想亲近你 不讨厌你 包括外国人都一样 特别因为我经常在出国的 我自己都做实验 这两天坐在机场 怎么老外都不看我 我要好好忏悔 一定我发飙生气了 你要坐在那边 每个人看你都不忍 不看你 就像看美女一样 成功了 不是看我 而是看到佛法的味道 了解吗 一定要 我们身为佛教徒 要表现一个佛教的特色 念一下 自在 忍辱 慈悲 关怀 我们活着就是为对方而活着 时时刻刻散发那种美 不管你在哪里 我都为对方活着 他开餐厅 他走路 他卖东西 一直为他祈福 要漂亮了 拿莫妙色生物了 要赚钱了 那么多保如来 你就一直祈福他 开车了平安 所以各位新加坡什么不多 就是人多 但是你千万不要孤立了 孤僻了 自私了 那对我们就伤害很大 下辈子你可能会出生到北极吧 反正你看不到人 所以孤傲的人就会 女生要是孤傲 孤傲就会子宫寒 会有子宫病 对吧 男生要是孤傲 然后他就会有色腹腺问题 那心态就会变成你的病 观音 招情首映 我再教一次就是这样 那这只手 会发白色的光 好远好远 他们一看到这个观音的 白色慈悲光 他们就会赶快过来 因为他们想要离苦 他们想要吃啊 所以你可以招请到他方世界 最深的无间地狱 最可怜的恶鬼城 最偏僻的可怜的亡魂 都希望他们来 来到这个九皇圣会 大家又做了很多的功德 点水 而且每一滴水都变成阳光 普照大地 而且接受到这个光 叫水晶光 全身清凉 喉咙打开 永远不会再吐火了 现在要请地藏王菩萨加持 念地藏菩萨灭定业真言 各位最好这样做 当你念灭定业真言 马上看到地藏王菩萨 乃至跟你合为一体 从心间放出蓝色的光 然后继续造成那个痛苦的众生 他得癌症也是个定业 他下地狱也是个定业 他做恶鬼道也是定业 定业就是说 他这个恶业造了 他已经在享受了 可以把这个定业都消除 非常慈悲 非常慈悲 你一天能够念个一千零八十遍 你太慈悲了 你马上就变成地藏菩萨的分身菩萨了 因为你把地藏王菩萨的功德 而且各位我要强调 当你有这个信心 对众生有悲心 在念这个咒的时候 你所得到的付出的力量 百分之一百等于地藏菩萨 所以我们才会说 念咒那就等于你就是地藏菩萨 因为你有这个信心跟悲心 地藏菩萨的力量就透过你反射给对方 而且你自己先得到地藏王菩萨 百分之一百的加持 那你念习久了以后 你会发现你的心变了 不想恨人 不想恨人 因为你只想慈悲 那时候慈悲变成你的呼吸空气 那个时候好有意义 所以也为了要帮助这么多众生 你从来打从肉酱都不想恨人 不想讲一句坏话 因为你很怕损伤到你的悲心去利益众生 就像各位你把眼镜打破了 你把手机的镜子打破了 这个就不好用了 所以菩萨为什么会突然就不生气 一个修行人想慈悲 突然就不会想吃一块肉 你就要去抽一根烟他都不想抽 并不是他不想抽烟 而是他的悲心已经大过于他的烦恼了 因为他想帮助众生 所以就像我们的妈妈爸爸生病的时候 医生跟你谈什么条件 你都会答应 为什么 因为你一定要爸爸妈妈好 所以大乘佛教才会这么强调慈悲 你会觉得我这个爱脾气 爱骑气 爱骂人怎么样 改不过来 因为你没有去慈悲 如果你真是想要去慈悲 他自然就不见了 所以念一下 慈悲无障碍 所以释迦摩尼佛降魔 完全没有用什么特殊的力量 他就是打坐 用慈悲心自然发光 魔的武器就变成花了 这是佛陀告诉我们 唯一的方法 慈悲三昧 三昧就是保持慈悲就好了 对方拿刀子来杀你 对方好可怜 造了这个恶业 希望他将来不要去害到别人 奇怪他刀子就断了 这个就是观音菩萨 如果你怕你自己力量不够 那你就称念观音菩萨的慈悲来加持 所以刀子断断了 所以各种灾难都不会陷阱 也就是普门品的重点 所以各位掌握到这一点 佛教没有什么特殊的秘密或技巧 你只要愿意慈悲 今天有人泼你流酸了 你想着慈悲 哎呀他好可怜 流酸都变成甘露水 记住哦 这永远记住 这个是众生皆平等 皆本具的佛性慈悲 谁没有慈悲 一只老虎都有慈悲 他想要对他的老虎儿 一个乞丐都有慈悲 他想要养他的儿子 人人俱足这个 你只是把这个悲心 来对不一样的人就好了 简不简单 那你要决定 你要决定 你既然那么爱你老公 那现在他外面有女人 你继续慈悲就好 那不是简单的吗 然后那个女生就会不好意思 就离开了 就没有别的理由 就会有姻缘 但是如果你开始跟他打仗 问题就来了 所以各位我想各位永远记住 就有人问我说 师父 我怕鬼 我就问他 你有没有见过鬼 没有 那你怕什么怕 他说你看到了我 再跟你说怎么办 事实上 如果让我们有机会看到鬼 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对他慈悲 请问你对鬼慈悲 鬼会变什么 鬼就变成菩萨了 一切唯心照 你对他慈悲 那他就显现慈悲相 你对他称恨 他就显现称恨相 我先讲一个故事 有一次玉皇大帝去 娑婆世界参访 就有一个丑陋鬼 爬到玉皇大帝 那个鬼还很有神通 居然可以到逃离天 很大的威德利 就坐在玉皇大帝的位置 然后呢 每个人都去骂他 去骂他 那这个称恨鬼就是这样 你越骂我 我力量越大 所以他就越来越 越魔鬼 越力量大 大家骂到没力的跑掉了 那等玉皇大帝回来 大家跪到玉皇大帝啊 你看你的位置 称惠鬼肯定跪在那边 我们骂他